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法利塞人和萨都该人来试探耶稣 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耶稣回答说 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 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看 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门徒渡到那边去 忘了带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塞人和萨都该人的教 门徒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 耶稣看出来就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 彼此议论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 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 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 我对你们说 要防备法利塞人和萨都该人的教 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 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 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 乃是防备法利塞人和萨都该人的教训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习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 耶稣嘱咐门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从此 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 换生命呢 人子要在他 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